Zither Harp 启动刷冰机绵密的牛奶雪花冰 一片片落下 再放入满满的当机芒果 零点炼乳 这时候可还没结束 第二层雪花冰继续网上堆叠 接下来考验老板刀工 将芒果小心翼翼切片 一字排开 再往内卷 做成花朵造型 摆在芒果冰上 一旁还有哈密瓜球点缀 以及橱橘形状的巧克力片 看起来超级梦幻 造型上就是还蛮细精的 而且很适合拿来拍照 当季的水果的话就是会很甜 另外更细精的 还有巧克力冰砖也做成爱心形状 配料有草莓和樱桃之外 中间则摆上花朵造型的奇异果 并用酸酸甜甜的蓝莓增添口感 冰品外形仿佛蛋糕一般 将装饰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跟别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的造型外表 是看起来就是很梦幻很漂亮 吃起来又不会很甜 又好吃又绵密 手巧新系冰店老板娘 是五年级生的黄淑凤 其实过去他和餐饮业 八杆子打不着 做的是驾训班教练 业绩堪称No.1 曾经月收入10万元以上 但学生多 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连上厕所都得用跑的 于是他决定放慢脚步 转行做冰店小生意 其实近来三重我就知道 来这边会非常辛苦 因为这种比较新潮的东西 我怕他们一开始 怕他们不能接受 竹华州创业围街 黄淑凤当初投资百万元 想在三重一带有立足之地 但冰店竞争激烈 加上冬天淡季影响 一度让他赚不到钱 但忘记差很多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年 冬天我们去休息 三重真的没人卖冰 有他们会卖汤圆 直到创立冰品推出 业绩才逐步成长 黄淑凤曾经把冰 做成握寿司造型大受好评 或是放上可爱公仔 以及爆米花当配料充满同趣 为了呼应夏日主题 也将苏打汽水做成果冻 打造出蓝色海洋 撒上黄豆粉就成了沙滩 上头还有白巧克力口味的贝壳 我一般的创冰吃起来 有个类似这样在吃冰块的感觉 可是它这个吃起来 口感跟一重不同就这样子 光是海洋造型冰品 假日最多就能卖出一百万 而且年轻客群占七成左右 黄淑凤靠着创立巧思 成功打造事业第二春 东三财经信物 跳到张博祥 新北市报道 也许多编程 请个字幕志愿者 您收藏